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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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胸好禮 超人氣美妝聖品來啦 火紅的洗臉肌 連歐姆拉都使用的 是 它是震動型的 所以它並不會造成肌膚任何的傷害 拿起來 拿起來 真的沒有 來台灣 來台灣半年就賣超過150萬隻 超大的 因為要超出鏡頭 來喔 好 我們在紫瓜那邊 超危險 標榜 作者也可以瘦的電臀肌 很酸 一個禮拜可以賣出2000隻 滑開 你看到沒有 拜託我很想要喝的這個 可以先開一下 你告訴我多少錢 可以 快一點 五花到門金一島 好 什麼意思呢 其實現在這個台灣的美妝 美妝可以說是非常的盛行 對 因為美妝小物 每個女生都一定愛 而且都一定需要 愛美妝女人的天性啊 你知道每次只要看到人家 比如說在這種美妝店 藥妝店 那個女生看到那些心情 都會 你看你看你看 對 而且是不是在台灣的那個光美妝 還有衣美的產值 高達千億台幣 或千億台幣 很恐怖喔 我看賺女人的錢好像很好賺 沒有錯 所以我們今天呢其實請來這個 四位女明星要跟我們介紹一些 她們覺得很棒的一些新奇小物喔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 妮雅倫 麻衣 陳愛玲 王子若 四位美女藝人 來推薦她們 維持美麗的好法寶喔 除此之外 我們還邀請到了知名美妝部落客 阿森 來介紹超人氣的美妝盛品喔 問一下各位 為了愛美這件事情 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努力 以前的話就是花 每個月花五萬塊以上的那種 保養品啊 也花太多了吧 真的真的 以前不是多 你說你一個人嗎 一個人啊 一個月 保養財 五萬這樣啊 那時候學生 然後打工的時候的錢 很多吧 就是用保養品啊 你說日幣嗎 是不是台幣 台幣五萬很多耶 哇賽 對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你從頭到腳 每個細節都有花錢 沒錯沒錯 就是一根毛 是也很重要 然後到那個 腳趾頭 腳底板 很重要 所以就每個部位要顧到的話 一定會花這些錢 有買過什麼很厲害的東西嗎 最誇張的有沒有 厲害的話 因為我媽媽跟奶奶也是很曖昧 所以我從小到大 一直看媽媽在怎麼保養 然後媽媽呢 就是有一次買很厲害的機器 就是一個 20萬日幣 所以等於台幣6萬 的一個機器喔 是什麼 就是一個銀座的手道 然後這邊有導電的那個線 然後有一個機器是發電的 然後呢 就是這樣再按之後呢 真的是整個拉底 知道 然後全身可以用 然後又會 它很像有吸力對不對 用那個電的感覺就是有點吸住 然後就拉 對 往上拉 然後頭皮 如果頭痠的話 就可以這樣稍微 可以按頭 那開太強的時候 不會就是這樣子嗎 會 沒有那麼大 開強的時候應該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微微的電 但是一種親自享受的習慣 對 互相電來電去 愛美 各位今天呢 我們幾位來介紹一些東西 應該都是很棒的 因為第一個這個東西呢 感覺他每個人都講得 頭頭是道 很會有研究喔 第一個這個東西呢 聽說在好萊塢 可以說是幾乎每個人人手 是明星一人一隻 而且全美好像有4000位的皮膚科醫師 替他背書耶 就表示說這個東西 是經過醫師認可的喔 或是他真的很有錢 財力窮 就買通這些醫生 沒有啦 真的很厲害啦 李雅倫幫我們介紹呢 歡迎他 李雅倫要來為我們推薦的法寶 聽說在好萊塢 可是人手一隻 而且最近在台灣 也是掀起熱潮喔 雅倫只要介紹的是這個 就是火紅的洗臉機 怎麼有一台 我也很紅 真的很紅 這真的不錯 因為我覺得女生呢 其實在美容保養之前 清潔才是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 對 如果你清潔不乾淨的話 你說實在 你用再貴的保養品上去 或你再做多少療程 或親入式的東西 我都覺得 那個膚質是不OK的 嗯 所以他這一台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說 像以前其實房間有很多很多洗臉機 是 可是大部分的話 都是感覺是有在拉扯你的皮膚 就是G 對 然後呢 那我們自己洗臉 這樣子搓 你再輕還是會有拉扯 所以還是會有些細紋啊之類的 那這個呢 他是靠震動 他是震動 對 而且是每秒大概300下 就有點類似電動牙刷的那種 可是沒有電動牙刷這麼癢 沒有這麼大力 對 因為電動牙刷其實 因為我女人現在也用電動牙刷 其實我用它 我就覺得 這才是我的日子 可是它這個你其實感覺不太到 的感覺 不信 我現在放你手上 這很舒服 舒服的 對 就並沒有什麼太傷害的東西 舒服 所以那你這個 因為聽說這個 你滿難買到底是怎麼搶到它 這一支 因為它之前 大概2004年就在美國有上市 然後它到2006年忽然超級無敵爆紅 是因為有那個歐普拉女士 她在節目上講了 他們就開始超級熱銷 然後每個人就開始Google它 連歐普拉都是有的 然後因為你也知道 她講話就是像聖經一樣 對 就是她講過的就是對的 對 的感覺 因為她也是真的一定有用過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在找 然後知道去年中底 然後她要上台灣的時候 再進台灣 然後一上市 我就拜託我朋友去幫我排隊 要排隊 那一整天很恐怖 這個一開始出來很難買 那一整天啊 就是在百合公司首賣的時候 那百合公司一直排排排排 排隊到晚上8點鐘還在排隊 哇塞 然後她背貨 這種排隊太誇張了 有點恐怖 然後她大概花兩個多小時 幫我拍照 所以她除了可以洗臉之外 聽說她去角質她也是有辦法 身體也可以使用 因為她是震動型的 所以她並不會造成肌膚任何的傷害 所以她可以天天使用 平常用這個洗臉 對 像手肘啊 會一些比較色素產電的地方 或是後腳桿啊 或是那個腋下那邊也可以用 對 對 對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用這台 對不對 旁邊這一位是 今天是要來讓我示範洗臉機的 Mutto 是 是 然後這使用非常非常簡單 先把臉潑濕 我們要整盆 往她臉上潑嗎 這樣潑嗎 是惡媳 是惡婆婆嗎 我們把這個 看到年輕票的妹妹忍不住啊 洗面乳先放在這個洗臉機上 洗面乳放在洗臉機上 然後呢 我稍微把她的臉沾濕一下 喔 因為你不可能洗臉是乾 當然當然 臉還是要先拍濕 我們示範一半的臉 好 沾濕 我們現在是 你是有妝容的樣子 對 但是反正我們只是示範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直接開開關 然後她有三段 聽到聲音 對 她有一段 第一的時候呢 就是你平常啊 早上 起床的時候的洗臉 可以用第一階段 妳剛剛說什麼 很舒服 對 很舒服 然後呢 如果你是一整天 從外面回家的話呢 你就是按第二段來洗 那你如果今天的妝容 非常的濃的話呢 你就用第三 然後她會有提醒 譬如說額頭的部分呢 是20秒她就告訴你換個地方了 然後就開始 洗 鼻子 還有下巴 我覺得鼻子這邊很重要 對 因為女生很容易在鼻子這邊 累積那個鼻頭粉絲 而且她這個很棒的是說 她會慢慢的把你的鼻頭粉絲給推擠出來 然後再來呢 她會提醒你 不要洗太久 她的速度很快 20秒的額頭 10秒 她是用鼻的聲音 對 10秒的這個鼻子跟下巴 然後 20秒的鼻子加下巴 然後臉頰各10秒 臉頰是各10秒 總共1分鐘就夠了 1分鐘 對 好 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清潔臉 你看 她頭整個就已經把它都洗出來了 你看 有耶 剛剛是唇白色的 現在完全就是那個 因為她是有妝啦 所以現在已經妝了 對 剛剛額頭可能有點太久 有點 有點 一般講我們20秒是要這樣分配 不是 我們剛剛洗了一味 腮紅像贏到額頭 整團往上來 因為剛剛20秒是平常我放在額頭的 所以剛剛放在一方講太久 其實每個人的清潔方式是不一樣的 對 你可以 然後那加上 基本上是她有提醒你不用洗太久 20秒是整個額頭 剛剛有點忘我 對 所以 可是她剛剛自己說 實用的感覺 你覺得 就很舒服 然後有一點 感覺會侵入 皮膚裡面整個讓 毛系統都撐開的感覺 所以她自己使用 感覺是不錯的 其實我們這邊有這個 有一個實驗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什麼實驗呢 這邊有兩顆檸檬 我們這個檸檬上面塗滿了粉底 對 然後用這個洗臉機 我們就用卸妝的方式看 跟洗臉機的差別是什麼 卸妝乳呢 我們先用一個檸檬 我們用一般卸妝乳來卸妝 我們一般其實常常這樣卸妝嘛 對 因為大家說卸妝乳是最溫和的 但是妳看喔 這樣卸卸卸 然後呢 那通常就是這樣子 妳看喔 息刺 蛋 請看 其實妳看 在那個 深層的毛細孔的地方 還是卡著那些 都被洗乾淨 有一點一點的 但是我剛剛搓最多的地方 細看都還是 其實妳仔細看那個粉底 都還卡在那個毛細孔裡面 這是痘痘的原因 讓我想到我們的鼻頭 對 鼻頭粉就是這樣 好 現在我們換成呢 用洗臉機來洗 只要一點點的時間 好妙喔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差別就是 洗另外一顆 對 我平常以為那個卸妝乳已經是最 已經夠了的感覺 最正確的方法 最正確 而且非常溫和 我們要用溫和的方式洗臉 因為畢竟這是我們的臉 哇 超 有嗎 有嗎 我都在看嗎 妳剛剛說什麼 哇 超乾淨的 其實 超好多 怎麼了 好 它其實是用弧度的方式 然後你就在臉上這樣子 對 對 這樣子洗 它真的蠻厲害的耶 不得不講 好乾淨喔 好乾淨 然後也是沖進水裡面 等 立刻乾淨 有弧度 而且有洞洞 很難洗耶 對 因為那個毛細孔 等於它 平常手不可能伸到毛細孔裡面 對 哇 哇塞 這個差很多 這個 這個是用洗臉機的 對 這個是如果你徒手洗的話 它是油油的 所以你想像這是我們的臉 如果卸妝沒卸乾淨就是這樣子耶 對 所以我會覺得清潔最重要 然後所以就要選一些器具來輔助 而且這個又是非常溫和 因為要溫和到什麼樣呢 洗臉機的難免會有點拉扯 那你可以知道 如果它來對付蛋黃 就可以靠 知道它有多溫和 我覺得這個太大 不可難 對 因為我們皮膚 它說標榜超音波震鬥 所以不會傷到皮膚 對 因為皮膚是很脆弱的 所以用蛋黃 你看你碰它會不會 我相信這個蛋黃會不會 開始運作囉 你看我壓著蛋黃 蛋黃沒事 壓了它了 太誇張了 拿起來 真的沒有嗎 而且它說真的它的表面啊 蛋黃的表面被 就是搓到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而且我剛剛拉起來 蛋黃還有被我拉起來的感覺 這個沒有 這個這樣 它完全不傷到這個蛋黃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表示它是用超音波 不是用那種旋轉啊 滾動的那種方式 它洗得又乾淨 然後又不會傷到皮膚 也太厲害了吧 厲害了 因為它有分很多種刷頭 對 就是以不同的肌膚 它都有不同的刷頭可以配合 而不是說所有的皮膚 它都只有一種刷頭 所以這個皮膚比較 真的很薄 你就可以用最短最短 就如果你像你們男生的皮膚 像你的臉皮這麼厚啊 對不對 不用髒髮啊 就比較油性的啊 它有另外一種油性刷頭 然後敏感肌膚的 像剛剛那model 皮膚可能比較敏感 因為我現在這個是一般型的 細緻 好 各位 這麼好用的洗澡機多少錢 菇重的話 哇 哇 超快的 就你是什麼樣的獎勵 令全場女性瘋狂啊 這款清潔力超強 卻又不傷皮膚的神奇洗澡機 可是好萊塢明星的最愛 而究竟這樣的美容寶寶 需要多少錢呢 好 各位 這麼好用的洗澡機多少錢 菇重的話 這個很貴啊 我還要 我要菇 我也要 我雖然有一台 但我真的不知道它多少錢 好 可是這到底要多少錢呢 對 這個先 大概就是跟你們主人講 不便宜 不便宜 不便宜喔 因為它畢竟它的這個功效是超音波 那電動牙刷也是超音波 超音波電動牙刷 我好了 我跟你們分享好了 我會不藏私 大概要差不多四五千塊要 要 牙刷這樣一點點毛 而且才基本的電動牙刷 最後三秒鐘 3 2 1 幾分 3千3 我要 6千8 8千5 牙刷都要四五千 這毛這麼多 你跟我說3千3 還歐普啦 有沒有 而且像很多藝人都有在用 真的嗎 我的是6千6 6千6 其實我這樣子 拚 我們兩個要拚了 對 要痛一下 差兩百 究竟多少錢呢 1 2 3 7千6 所以最接近的是誰 恭喜Zro 好開心喔 可是老實說 起點機要到6千 7千多塊 老實說真的不便宜 不便宜 可是你看還可以讓人家排隊成這樣 所以 表示我們台灣女生有多愛 這是軸迷你毛孔堵塞 然後硬要花更多的錢 對 你做臉一次多少錢 去做多少錢 1千5 2千 基本的臉就是 所以要問一下這個小水 說真的啦 如果有一些上班族 或是一些朋友 同學 他可能沒有錢買這樣的洗臉機 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法 對 就是像洗臉機 他除了說可以深入毛孔 另外其中有一點就是 他可以讓我們的洗面乳 變得很細緻 泡沫變細 泡沫變細 那如果說你們有很多錢的話 可以用起泡網 那如果 你真的也 那不是 穿著買起泡網的話 你可以去媽媽的流理台底下 對 這是流理台那個啊 用那一包九十九 對 其實它這個 就是可以當起泡網使用 而且你可以把它變成泡氣式的 OK 怎麼用 不是弄臉 它是用洗面乳 然後它起成氣式的泡泡 然後再洗臉 對對對 妳示範給我們看看好不好 來 泡泡很重要 一樣把它沾濕 然後我們有用起泡網的話 你會發現我洗面乳的量 就只要一點點很少 這麼少 這麼一點 一個小痘痘一樣 對 兩顆米粒大 超小 兩顆米粒大 可是我把它放在沾濕的網子上 這是濾網欸 對 濾網 我剛剛那麼少那麼少的洗面乳 而且它打出來的泡泡會像鮮奶油一樣 很細 好細喔 很細 要用這個來洗臉 對 妳用這個來洗臉的話 如果妳是小資女 妳覺得說 這個洗臉機太貴了 那妳可以用這樣洗 一樣可以清潔好恐 然後這個妳也可以每天重複使用 因為妳只是用這個 妳洗乾淨放在那邊 然後或是說 妳覺得說 喔 我不想要 永遠都用同一條 反正它 這種東西 妳還是可以 妳可以拿去給媽媽 然後弄在廚房 對 用正的 媽媽拿去裝廚房的東西 對 還有好方法 謝謝小純 聰明 美麗美麗